音乐 我的那个床面处理剂过期了 不能用了 所以这个边啊 这个边就先不处理了 那么基本上 这个就是这个样子了 卡包 一个卡包 我们装上卡试一下 非常能装 比较厚 这里边可以装很多卡 这样不怕你的卡没处放了 这边还有一个地方 也可以放 非常方便 带这个扣子 还有点粗糙啊 暂时还有点粗糙 太长时间没做了 然后把那个 我的名号给打上去 最后一步 最关键的一步 ok 还是印歪了 不知道为什么啊 每次印这个都会印歪 又歪了 废了 这个废了啊 而且长时间没做了 这个手伸 做出来这个做工真的是 没法见人 没法见人 所以今天这个就送了吧 送给评论里边点赞最多的粉丝 好吧 免费送 包邮 邮费也是我出 好吧 全真皮的啊 真的小牛皮的啊 我只好给客户另外再做一个 就 这个主要是这个 印歪了 另外一个太长时间没做了 这个 手伸 做出来的确实不怎么样 但是 能用啊 真的是能用 确实是能用 而且很结实 绝对结实 能用 那个点赞最多的吧 评论里边 备赞 备赞最多的 截止到 二号晚上吧 截止到二号晚上 十一点钟 好吧 点赞最多的那个 把这个拿走 真皮的一个小卡帽 哎 又失败了 啊 我是 木野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啊 对 这个眼号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我的那个法号 就是我皈依的时候 我的法号 师傅给起的法号 也是我的手工皮具的一个牌子 啊 太长时间没做了 太丑了 做的这个真的是太丑了 昨天做的那个卡帽啊 今天晚上就要送出去 那么现在我还不知道谁能够得到 您就是备赞最多的那位评论 到时候我会私信您 您把那个地址给我 然后我包邮啊 您一分钱不用套 我给您邮过去 虽然有点瑕疵 然后呢 昨天那个小姐姐啊 然后就是 就是我把我拍了照片给他 然后 他说其实这个颜色挺好的 但是做成之后呢 他又觉得 嗯 因为他也是文丸爱好者 他在我的这个文丸的那个群里边 所以 他说有没有就是可以 玩的可以盘玩的这个皮具 那么其实是有的 那么今天呢 我就会给他做一个原色的 这个叫植柔格 植柔格 植柔格的这个盘玩变色的这个过程 随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植柔格 它的一个变色的过程 最后呢 植柔格我们玩到最后 会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非常有岁月感的一个皮具 那么我给他说了这个之后呢 他也比较满意 他想啊 用这个植柔格再做一个 那么今天我们就用植柔格 啊 再给他重新做一个 嗯 那这次呢 我们这个 什么什么都 不再往上打那个标了啊 就直接就 光点就行了 我那个标也不打了 我怕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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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